孩子會做健康的說 有可能是跟那時候婆婆給我吃的保健食品 有沒有要求的食品 你的婆婆 所以你的婆婆有給你吃到安露莎的保健食品 那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吃安露莎的保健食品是吃哪一些 然後那時候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吃的 可以分享一下當時候你接觸到安露莎保健食品 然後那邊是婆婆嗎 介紹給你吃 婆婆是安露莎的建議者月娥老師 那時候是第一看婆婆產之後 因為是作業的期間 然後婆婆就介紹說 公司有一個成為活力大小精神 裡面有三十幾種書 非常多種書羅的 蔬菜跟蘇果等一樣 然後讓我可以補充 做月子期間的月子餐之外 就可以再吃到更完善的營養 然後可能也幫助我 想後恢復啊 或是體力各方面 能夠更好 然後再加多孩子 那我很好奇欸 那因為其實年輕人 尤其是現在保健食品很多 那我其實個人想好奇問一下 就是你對於 一聽到說婆婆 月兒老師給你這樣的保健食品 你當時的第一個想法是什麼 因為有些人年輕人還會讓我們說 喔 我就吃一般的食物就好了 那幹嘛還要吃這些保健食品 或者是想 欸那個月兒老師 分證明的我們的活力發酵精神 覺得那時候有想法嗎 嗯 我覺得吃保健食品是需要的 然後我自己是 就是個人是比較偏向 就是吃樣子比較天然一點 噢 所以就像我們的活力發酵精神 因為透過月兒老師的介紹 對 噢 已經老的那一時間是很天然的 用30多種蔬果來去做這樣子的一個製作 對 噢 所以才會嘗試 欸去接受 去嘗試看看這樣 對 還是要嘗試看你適不適合自己的身體 然後給他一點時間 讓他看出效果這樣 好 所以我想問一下 就是當你接收到 月兒老師給你吃我們的 活力發酵精神嗎 對不對 OK 然後在你懷孕的時候 吃的這一段時間到什麼 欸生產 因為你剛才說僕父嘛 對 那你這段過程 你覺得這樣吃 長期吃下來 或是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吃的頻率 對 那是什麼樣的狀態 有沒有發現說 欸身體的一些特別的改變啊 或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嗯 我是早上空腹的時候 先喝水 然後配著活力發酵精神 嗯 是 然後 嗯 覺得那時候 長後回診的時候 因為腹部一個月之後 要長後回診 然後醫生當時所有的 傷口不能都很快 子宮也不會付得很好 嗯 然後 嗯 我精神各方面也都 照顧孩子的精神各方面也都不錯 然後 我原本就是有點便祕的問題 對 因為我只不過可以就是 來前面噴腸 因為我常常聽 當中現場老師其實都知道 其實我們回到懷孕的時候 其實因為就是因為肚子打打嘛 其實就會壓迫到我們一些腸胃的狀況 所以其實乳豆相對來講就會比較麻 所以排便其實都一直以來都是懷孕媽媽的一個困擾 對對對 OK 繼續 然後又怕太大陸的話 他們會小的會不會 他們會掉出來 你們是不是多想 吃太吃了之後就改善就不錯 對 OK 好 那就是其實呢 就是在懷孕期間就是剛好心 17年 17年 也有知道 就是其實他身體的一個反應其實都非常的好 好 那實在接下來 所以 你懷孕生小孩之後 對不對 那就是要照顧孩子嘛 那你那時候也開始有給小朋友吃嗎 還是就只有你自己 小朋友看我吃了 他也會想 也會給他們吃這樣子 好 那小朋友呢 其實那你是怎麼給他們吃的 就一樣 第一是怎麼去讓他們去接受 然後就是讓他們吃的一些的頻率 或是吃多久 然後到現在是不是帶我再吃之類的 對 然後或者是發現呢 其實吃了這個時間 有沒有說 發現他們在小孩子的身上 跟可能 因為那媽媽在幼兒園或是國小一定都會接受到其他的媽媽 對 那有沒有發現說 比較不一樣的 的一些他們身體的特殊的病毒 然後特別不一樣的出手 他們吃的時候就是早上看我吃的時候 他們也會跟著一起吃 然後你們也是都蠻愛吃的 口感就香香噴噴噴 就是牌子 而且他們就是吃了身體會很健康 然後就很熟悉吃 好 然後沒有原本 我兩個想要來一個是問點五道蠻大的 餵母乳 然後快到何酒 大一個喝到三歲 很久耶 三歲超久的耶 當然也有補充副食品 就是不一樣的吃 他只會吃了 那就是第二人 第二個就是喝到一歲半 因為他就是看到九哥 就是沒有人在喝 然後他覺得只有我一個人這樣 他覺得 欸九哥怎麼沒有喝啊 然後他蛋餅就沒有了 他也是自然斷藥 不是說可能強迫蛋餅 因為我沒有夠強迫這件事 因為你這邊可以一直生 對 小孩也不吸嘛 但我如果有多少是 他吸多少他就平衡 然後分禁止多少 沒有都是輕味嘛 就是會工序平衡 對 對 我又兩個都耗麵蠻久 然後又有餵 都有在植物這裡 保健食品 所以拍客的狀況 就都還蠻不錯的 當然蠻穩定 就是也不會說生什麼很大的力 但有些小小的打到他接受 但是我就看到蠻多朋友 我平常說他們小孩 因為是你的肥膩 然後是什麼容易 你的早上起來打噴氣 一直一直過癮 或是我躺地最近生病 然後覺得就出現 頭皮有那種結痂 就臭臭的這樣 要把他刮掉 然後那小孩子 好像全部都會出現這樣症狀 對 然後帶孩子上學的時候 也覺得他平起通年離開 之後更不容易感冒 對 然後剛好上週 去醫院 因為我子女一定願贏 八十四沒有贏 對 然後我們現在就看完 後來看完回來的時候 兒子就跟我說 媽媽 為什麼我們每次都去看病 還是怎麼樣 為什麼感覺我們自己 都沒有住過醫院 為什麼我們自己都沒有住過醫院 沒住過醫院 我相信 是好事啦 真的 是好事 所以連這樣都發現小朋友 都覺得去醫院 為什麼要去醫院這樣子 對 所以他就這樣問 所以其實呢 這邊還是我跟現場老師分享一下 因為我應該有聽過 其實在我講 養育孩子 養育小弟弟的時候 通常前面要講到 一到四個月 最主要的營養還原就是母母 那其實 開始讓五個月之後 讓他們加入一些不食品 但是還是要搭配一些母乳 來去補充 他們的營養 但是呢 其實在我們的母乳當中 就是跟著媽媽的身體的狀況 去提供營養給小孩子 對 那其實我覺得 以我們營養的角度來說 一直 其實政府也一直提倡 建議還是前期 讓孩子繼續做母乳的餵 如果可以的話 對 那其實對於小孩子的 不管是免疫力也好 或是身體的一個健常狀況也好 其實是非常好的 對 所以呢 很感謝今天這個儀節 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兩次 欸 育兒的經驗 對 那我覺得 想要最後尋問一下 就是對於啊 自從你的婆婆育兒老師 讓你吃到我們安杜莎的 活力發酵精粹保健食品的時候 那你覺得 可以給一些 如果說 我們現在是有要準備備孕 或者是懷孕的媽媽 或者是說 欸已經有小孩子的媽媽 什麼樣的一個 算是心得 或者是分享的建議 這樣 嗯 我覺得如果現在 就要懷孕的媽媽的話 我覺得 醫生給的建議 他可能會提醒你要補充 出去補充葉酸 然後是補充DHF之外 之外呢 剛開始要提取 醫生的建議 那額外也可以再補充保健食品 就像我們的活力發酵精粹 或者是美麗 哦 肚子會有一些輪路 或許吃那些 會對 嗯 肚子大小的 輪路嗎 對 就是肚子大小的那個 認證 哦 以前是補充 我們自己也有發現 對 然後吃活力發酵精粹 也會幫助你能夠有更完善的補充 哦 對 那我們今天謝謝一切的分享 那其實我們還有第二個雷琴哦 所以我們這邊吧